今年因为遇到新冠肺炎疫情 国内很多的农产品都暂停外销 农粮署为了扩大内需市场 最近就会同了南投县农会 以及县府农业处等单位 为水里车城即将登场的 下午茶系列活动来举办记者会 提醒民众届时都能够来南投 喝好茶 买好茶 在南投县农会的协办下 农粮署带领相关单位 来到水里车城火车站旁 举办下午茶系列活动记者会 署长胡中医等相关单位主管 向大家宣传来南投买好茶喝好茶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十月底 我们在水里的车城这里 我们办理2020下午茶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在每个月的月底礼拜六 我们有一整天办市场茶席的体验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全国同胞 都能够善用你的振兴三倍券 还有你的农油券到水里车城来 选购我们国产全世界最优质的茶叶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收到 外交疫情应用到 但是我们农粮署这边 大力来支持 像我们南投县农会每一天都将近有70万的收入 这些收入就是农油券到三倍券 带来给我们农业农村的收入 除了宣传南投县有八大茶区的好茶 并且强调这些好茶做冷泡茶 大热天饮用特别止渴 而且无论是加入牛奶或是配中秋月饼 喝茶都是最好的选择 那在八月我们会推出品名跟花艺 因为南投这边除了茶之外 我们有很多的花会 那在九月底我们会推出品名跟茶食 茶饮茶点 包括我们响应年轻人的这个万圣节 那万圣节的这个早茶的这个活动 所以请务必优先选择到我们南投来 这四个月就是说 要让我们老百姓民众 来入来我们地区 让我们南投这些好地可以推荐出去 下午茶系列活动能够喝到南投各茶区的好茶 并透过下午茶方式 品尝到特制的美味糕点 想参加民众可以上南投县农会网站报名 记者继续上线采访不到